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类如野兽群军 经过几百万年演变 可难想象当今世上竟然还有原始部落 这个部落位于太普洋岛罗 巴布亚 牛井内亚山区 从石器时代以来就在高原 蛮荒 玉石隔绝 被称为土兰彼族 我们现在等待 你认为他们会来吗 是的 我认为他们会来 是的 他们会来到那里 所以他们在那里 等了整整一个礼拜 就在众人几乎放弃时 河流的另一端出现了不尽常动静 几名手持弓箭的土著 发现外人闯入领土 神情戒备 时宜不敢前进 尽管乔比叶不断试图发出友善讯号 这些土著就是不领情 一直到他不小心滑倒 僵持不下的气氛才稍稍缓和 土兰彼人从未跟外界接触 这一刻眼神透露惊慌不安 甚至手上不时挥动武器 气氛紧张 随时有可能失控 乔比叶伸出右手 想要跟带头男子握手势膏 却碰了个软钉子 没多久他绕过乔比叶 发现正在拍摄的镜头 似乎怀疑这是攻击他们的武器 男子对着镜头好奇地上下查看 这一次他还大胆伸出手 触摸摄影师身体 但摄影师一回应 他又立刻吓得向后跳 甚至招呼同伴支援 就怕这个变形怪物会出奇不易攻击 乔比叶整整花了好几个钟头 才让土兰比人相信他和摄影师并非危险生物 他们互相触摸建立形影 乔比叶甚至拿出他们从没见过的火柴 让他们开开眼界 但更让人惊奇的是 乔比叶后来拿出一面小镜子 要他们看看镜中的自己 这才发现土兰比人根本不敢直视 试图拿片叶子盖住又想反复查看 看见自己就像看到贵妹般震惊 土兰比人随着乔比叶来到河水的另一端 但这边的世界不可思议超乎想象 就像落入时光隧道 后来乔比叶还煮了米饭让他们品尝 对于这个农业社会之后才出现的主食 生活在石器时代的土兰比人 似乎也很难接受 拼拼敲打着头表示好吃 普兰比人平时钻木取火 用最原始的方式采集狩猎为生 但他们社交体系发展完整 男人会用竹片剃头 整理仪容 吸引异性助益 也有自己的语言 可以互相沟通 户洛里每一个人都有名字 也有类似明瞭的歌曲世代传唱 可惜土兰比人没有文字 一生寿命也相当短暂 主要是因为御林区疟极盛行 许多人活不过50岁 为了保护这个原始部落不被灭绝 乔比叶带了大量预防瘧疾的 奎民和维他命 希望能多少降低 和外人相处了三天之后 土兰比人披上树皮 又消失在丛林深处 尽管第一次与外界的接触 惊喜交加 但此行又将与世隔绝 只留下漂亮的歌声 继续回荡在这一片神秘的 六代雨林 这一片神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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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片神秘的